OK 來 文靜交往後 對受不了男人出現哪一種 圓形 A 不顧形象 B 不知長跡 A 還是B 請舉牌 形象是兩個一樣 兩個都男男性 對啊 手不動 這牌都A 這牌都B 真的耶 為什麼男生只要有一點 頭髮流長 然後你就是感覺很頹廢 你都不去修剪的那一種 因為男生的 頭髮的長度跟指甲 幹不乾淨很重要 對 我很怕那種黑黑 或者是你流 小母子流那麼長 要幹嘛那一種我會怕 然後因為我老 要摳鼻孔 我嘴 花耳朵 功能可多了 對 花菜雜 好害怕 然後我們那時候剛交往的時候 真的他都是那種 整身都噴香香的那一種 然後他連晚上洗完澡 他都會抓好頭髮 他也沒有要出門喔 但他就是很體面這樣子 的照片 雖然是婚紗照 但是他那一整身 都是他平常上班會穿的 然後結完婚這番 就是日子久了嘛 你老公真的剛剛好高你兩公分 這個照片就很明顯 對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交往一陣子 之後我就發現 為什麼你頭髮不剪 然後開始 然後有那種貼 我的天啊 那一張張 然後我那一天就在他 我說 我說那什麼東西啊 我說你怎麼把我洗臉 那個他說 不是啊 因為頭髮太長 我拿來扣一下 很可愛耶 他說 好浪漫喔 然後還有那一種什麼 就是女生有時候這樣那種 就是波浪型 有一種鐵捲的那一種 他有時候也這樣扣著就出門 我沒辦法接受 技術家 我自己的話是因為我 我不太喜歡鹽味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在抽菸的習慣 所以那時候我跟我老公 剛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只要他要抽菸 他就會躲很遠 就可能從這裡跑到那裡去 自己默默的在那邊抽 然後抽完以後還會拍一拍 就是他絕對沒有味道 才會走回來 結果在一起以後 就是他直接就在旁邊開始抽 然後我就說 你之前不是都會走開嗎 就是你可以去旁邊抽 然後他就說 他家裡是旁邊抽 好慘耶 真的 然後後面就是 結婚生了小孩以後 他就改抽電子菸 好 這樣 然後結果 抽電子菸又更誇張 他就是在家裡 客廳 房間 浴室 他就是隨手就可以拿出來抽 然後講也講不聽 就因為這樣吵架好多次 但有的女生交往的時候 可以抽菸嗎 他還跟妳說 沒關係啊 這有什麼關係啊 好 他一結了婚以後 很臭 沒有 妳在說的是 對 好 然後就被驅逐到陽台去了 陽台也不行 他說那個樹木都枯萎了 因為陽台有種樹 那就到門口 哪裡的門口呢 家門口不行嘛 有鄰居 大樓的門口 大樓的門口 好啦 你在那邊抽了抽了對不對 然後樓上窗戶打開 我老婆頭探出來 你吸進去要吐出來 你吐出來要吸回去 你是在幹嘛 你吸了就不要吐了 你吐了幹嘛要吸 我真的吸喔 然後我就遙響那時候熱戀的時候 別說家裡面 因為他自己租一個雅房 那空間很小 所以我是很禮貌說 如果不行沒關係 有就去外面嘛 沒關係 都沒關係 然後他在那邊那個煙吐出來 他就 請你 融合了你的體鄉 好 這樣會 OK 好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他可能沒有 就是對未來沒有想法的男生 對 因為我會覺得 我們兩個沒有未來 那我之前有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那個時候是大學時期 然後那個男生 他之前是念那個餐飲相關科系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去 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因為就是 如果你對於這個工作有熱情的話 然後你也 你也應該要規劃 就是當服務生之後要升遷的話 就是你想要到什麼位子啊什麼時候 就會跟他聊天 結果後來聊一聊 他就跟我說 一個穩穩定定的工作 然後當服務生 他也喜歡服務別人 可是我就會覺得我們兩個 沒辦法一起往前進啊 就是他可能會停在那個地方 我可能會一直往前進 然後就會覺得 如果是這份薪水 要到我們以後交往 然後可能 如果以後真的結婚的話 那這薪水我覺得不夠用 那也算誤死啦 誤死派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在一起 你們就是 人生遇到了彼此 我們就是要一起成長 一起進步 這段感情差有意義嘛 那我之前那個男朋友 他就是 剛開始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就感覺好像滿認真的 我在看書的時候 他也在看書 我在看劇的時候 還陪我聊劇本 他是模仿金喔 對 他就是做什麼 都會一直的 我去運動的時候 他也是覺得好像 運動很有活力 流汗很好 就是我在做一些很正向的時候 他都會陪我做 但是在一起大概半年之後呢 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也是 就是接CASE的工作 很常就是 我出去工作完 他還在睡覺 我回到家的時候 他還在躺在沙發上睡覺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可不可以 就是為自己想一下 然後他就說 好 我會去努力幫我自己推工作 就應付我 但是也沒有 後來過兩年後呢 他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受不了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覺得 你一直在家裡耍廢 你也不會進步 你就只有你現在原本的工作 可是如果你想在這一行混的話 你就是要更努力 更加油 然後會像我一樣 然後後來他就說 你到底了不了解我 然後就爆炸了 因為男生的自尊心受創 然後後來就有點情緒失控 我就趁機跟他分手 這樣子 其實你知道 坊間的什麼心靈成長的課程 還是什麼吸收心智的講座 這些其實都是女生來 女生很喜歡 叫人家跟他一起成長 對 跟他一起進去 對 對 真的 我想看 你不會聽到 不是不會的 很少聽說男生說 跟女朋友講說 你要跟我一起成長 對 為什麼 真的 為什麼 女生就比男生成長 男生就怕女生太成長 對 你成長到跟他一樣的時候 出頭就多嘛 對 你就很獨立了啦 對 男生就handle不了 你又需要他了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穩定交往後 所以受不了男人 獻出哪種原型 聽聽Q.O.O.怎麼說 每次題我的答案是 A 不顧形象 像剛才喜歡 追我的時候 七早八早 不用鬧鐘 你就可以很主動的起床 到處去玩都沒有問題 但是實際在一起之後呢 怎麼睡都睡到鐘 跳也叫固形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A 不顧形象 不顧形象 像我老公呢 就是這樣 交往的時候呢 形象都打理得很好 可是交往之後 甚至結婚之後 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開始會說 好累喔 今天不洗澡 甚至呢 枕頭套上還會有很黃很黃的汗字 然後在家裡看電視呢 還會邊挖鼻孔 然後走路走一走呢 就會放一個大臭屁 然後所以我常常都在家裡 這樣看著他就覺得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了A 不顧形象 得票比例62% 你覺得正常嗎 選B的不正常請噴 那請問你 還有哪一種 判若兩人的表現 會讓人很崩潰 我覺得有一種人就是 你剛認識他的時候 會覺得 哇 這個人好瀟灑 好自由自在 好有自己的想法 很迷人這樣子 好像很獨立 可是呢 在一起之後發現 根本就是一個年人驚啊 我那時候有認識一個人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然後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溜著滑板 經過我身邊 對 是風一樣的男子 然後就說 夢以法師 隨風而來 隨風而去 對 然後因為他個性就是 滿可以獨處的 然後想說這個人好像滿適合我 因為我也是很可以一個人的人 結果後來我們在一起之後呢 哇 他整個超級黏 我嚇到 就是我可能工作很忙嘛 然後我休閒的時候 我會有其他我想要做的事 我想要充電 我想要去看電影 看展廠這樣 經常沒有充電 對 我想要到處丟的 然後都是女生感覺 對 然後可能我問他 要不要一起 他就會說這個他沒興趣 然後可是因為我還是 心裡面想要去 我就覺得那沒關係 那我就自己去 可是我自己去的話 他就會抱怨說 我都不花時間陪他 對 可是我就覺得 當然我有邀請你 跟我一起去做我想做的事 但是他就會 希望我只是待在家裡陪著他 我最不能接受是男生 就是交往前後是一個雙標仔 我就覺得很波 因為我曾經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我去他的朋友的聚會的時候 因為他們就是他之後要出國幹嘛 大家就幫他間別這樣 然後他的朋友就會想說 我一個人在那邊 就是禮貌心來跟我 就是喝一杯或幹嘛 然後我基於是他的朋友 我就覺得禮貌上我沾一口這樣 結果那男生就大生氣 他就可能吃醋或幹嘛 他就還罵我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跟他喝 人家找你喝你就喝嗎 你是他找來的妹嗎 我就想說 你這個詞也嚇得太重了吧 你怎麼會這樣講話 然後每次出席他朋友的場合 他都覺得說 我不應該要跟他的朋友 有太多的接觸 可是有一次 我們有一個藝人朋友生日 我就邀請他一起來 他那天玩得多開心 跟我藝人朋友在那邊喝了 跟什麼還嫁人家好友 我想說 什麼意思 你這個也差太多了吧 那你這樣子 可以跟他在一起多久 我們就是一個月就犯人說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